大家好,我是Stan 突然三天没有更新影片 想必大家都很担心了吧 不是就算了 可能是去加拿大后因为时差 常常熬夜,睡眠不足导致免疫力崩溃 从上个月开始身上突然就出现了很多红疹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再加上最近刚回到台湾 搬家学校什么的 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 所以真的是有点不舒服 就休息了三天 现在好了很多 真的很谢谢发私讯或留言关心的大家 所以为了弥补大家 我来跳个舞吧 歌手等在IG上删除了所有与香拿有关的痕迹 7月14号 腾在她的先动发布了一张坐在沙发上的照片 同时也整理了自己账号内的大部分内容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在7月8号 香拿和勇俊俊宣布结婚时 腾依然在她的IG上保留了与香拿交往时发布的情侣照片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讨论 而香拿也同样在她的账号上保留了与腾的情侣合照 两个人似乎在遵守过去的承诺 2019年腾曾在一个综艺节目中表示 我和香拿决定 即使分手也不删除我们的SNS照片 因为恋爱分手甚至分手后再重聚都是自然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但是现在腾删除了自己账号中所有与香拿有关的痕迹 只保留了15张自己的活动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把要结婚的人的过去留在IG上有什么用 做得很好 那根本就是不像话的承诺 现在才删掉反而很神奇呢 这是礼仪 尤其是对于艺人来说 啊好心疼 希望她能遇到更好的人 对于腾删掉过去与香拿的照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根据15号的法律界消息 苏思美警最近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民警代表赔偿 因命运损害业务妨碍及侮辱所造成的损失 赔偿金额约为50亿韩元 据了解苏思美警在诉状中提出了三大问题 民代表主张他亲自挑选了女精死成员们 他主张苏思美警单方面违背了将女精死 作为海埔首个女团出道的承诺 他主张苏思美警对女精死成员置之不理 苏思美警表示 民运警的这些言论引发了 李斯拉平是收到特会并给其他团队带来损害的女团的谣言 这导致李斯拉平遭受了严重的恶评及其他损害 因此苏思美警已经掌握了能证明民运警的这些言论为虚假的证据 并已将这些证据与诉状一同提交了 根据报道苏思美警提出的证据是包括民运警作为品牌负责人处理工作延迟 导致女精死的出道计划推迟的情况 以及民运警已经知道并承认李斯拉平将比女精死先出道的情况 最后就是因恶评所造成的损害暗恋等事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觉得可以起诉 因为在记者会上直接提到成员名字 并且不断提及李斯拉平是女精死受歧视的受益者 这些行为已经很明显了 我还记得最开始是苏思美警透过媒体宣传 好像是他们一手打揍了女精死 结果民运警和女精死被骂 现在是他们自己先这样做 民运警不得不出面解释 却被他们这样带风向真的很可耻 李斯拉平和女精死两组我都很喜欢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真的该停止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邀家爱的人于奇心酸的减肥师 于奇在出演铁森的YouTube频道时 爆料了Cube让爱豆利牺牲减肥的故事 当于奇被问到哪种减肥效果最好时 他回答说 当时正好是中秋 大家都胖了很多 但是公司把体重都打印出来 全都贴到了办公室的前面 向全世界强制公开体重 当时前辈们也都在 在墙上贴着与其叉叉公斤 因为要一直看着这个 我当时三天就瘦了五公斤 那你们是冲击疗法吗 必须要捡到目标才能把墙上贴着的摘掉 我真的觉得我们公司太厉害了 当时的体重我到现在还记得 真的是难忘的回忆 那当时是怎么减肥的呢 进行有氧运动吗 几乎什么都不吃就减肥 因为想快点把那张纸摘下来 这种氛围是饭圈和大众共同制造的 爱豆脸上稍微有点肉就会被嘲笑说 吃了什么这么好吃啊 这根本不是经纪公司的问题 爱豆产业就是这样啊 虽然说这种方式不扔到什么的 但只要爱豆稍微胖一点 嘲笑就会铺天盖地 而且不仅是对艺人 甚至对普通人也会有很多外貌评价 人类的双重标准真是无法理解 经纪公司把爱豆的体重贴在墙上 让所有人都看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当天 担任巴黎奥运会 手帮火炬手的起 中文字幕组地区 一起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